朋友们现在是在2024北京车展的现场 今天来我也有一个小任务 就是带大家来看一下 一线豪华大厂的电动化到底有哪些惊喜 走着 这边就是奔驰的展台了 车展手势量上的电动化大技 算得上是北京车展的明星产品 然而我们上方盒子的造型 硬朗的线条都得到了保留 毕竟这个价位买它的大部分都是冲着外观来的 不过新款的电动大技没有被命名为EQG 而是被命名为G580 所以整体定位和营销模式应该是在向麦巴赫上往 机械素质上四电机的配置能完成原地战均的精彩操作 更精准的扭机分配通过性和可玩性 相较于燃油版大技来说也高了不少 那来到奥迪展台 除了有以前给大家拍过的Q4一创 这次奥迪还带来了明年会在国内上市的Q6L一创 它也在海外版Q6一创的基础上升级来的 整体是这种很有科技感的一创家族设计语言 高光黑色前脸 发光四环标识 包括中国市场专属的丁香辉 就问你帅不帅吧 最关键的是它这次搭载的平台 是奥迪和保时捷共同年发的 PPE高端纯电平台 全域800伏 CRTC工况续航下超过700公里 还有一系列的智能电控 年初曝光的电动 看着用的也是PPE平台 所以我觉得在驾控体验上 大家是可以期待一波的 那宝马这次也带来了自己新时代的概念轿车 这个外观确实不新时代了 整车这种切割的线条 看起来很有机甲的感觉 前脸的大灯恨不得占满了整个车头 很凶很战斗 据说它是下一代I3的模板和原型车 所以我很好奇 I3量产后这些设计元素会保留吗